各位,我是呂志华 今日我心情相當愉快 所以我就想出一條IQ數學題給大家計算 我想問大家 12加9等於幾多? 不懂回答 我再講清楚一點 12門徒再加9男女等於幾多? 都不懂 不要緊,等下我就會將答案告訴大家 好了,在我講出答案之前 大家記住才訂閱我 免費的呂志华聲音雜誌頻道 以及按鈴鐺 以及將我這條片講傳出去 多謝各位 12門徒再加9男女等於幾多? 原來答案就等於一獲贖 為何我這樣講呢? 今天原來在10月10日 香港警方就逮捕了9男女 9男女涉嫌協助12門徒逃去台灣 但中途就是在中國的各境之內 被中國海警逮捕了 12門徒這件事件越來越戲劇性 較早前有兩名政棍就出來將這件事搞大 他們企圖憑著國際輿論的壓力 可以令到12門徒遣返回香港 但事情反而急轉直下 現在的12門徒已經被深圳市鹽田區 去人民檢察院正式逮捕落案 至於香港方面 警方原來都是努力不懈 著手努力偵查 要一網將這些12門徒的同黨 全部緝拿歸案 一網打盡 今天香港警方就捉了9男女 那些9男女原來他們有些任職廚師 有些任職文員 有些是音樂教師 較早前我都說了 這幫黃仙這幫暴徒 很多都是低學力低水平的人士 大家見到了 原來他們除了低學力低水平之外 他們都是有一些屬於慣犯 還有一些已經是長年累月 都是反政府、反共的人士 其中有兩名相當出名 我先講其中一名 他是前本土力量成員 鍾雪瑩 這個人今年是28歲 原來就是香港的政治慣犯 他之前已經犯罪累累 原本他就是前立法會議員 尤為禎和梁仲恆的議員助理 在去年2月 當時來講 都還未爆發反修例暴動 他就是涉嫌藏毒被捕 但其後他就脫罪 但去到19年8月 他又再因為火炭武器庫這件案件中 被警方逮捕 以及控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 以及無牌藏有爆炸品等罪名 而保釋後查 想不到他這次又再犯案 這次他所犯的就是涉嫌協助逃犯罪 除了他之外 原來還有一個相當出名的反政府 反共人士 這個人就是梁國雄的議員助理 他的名字叫做唐遠青 唐遠青的丈夫相當有名 亦是香港老的反共人士 名字叫做劉山青 劉山青是80年代的民運人士 他在80年回到大陸的時候 被內地公安拘捕 被控以反革命罪 在國內被判十年監禁 他被判十年監禁之後 他回到香港 他繼續反共 和變本加厲 變得十分之激進 他亦曾經在香港選過區議員 但落敗了 然後他沉溺下來 但他老婆一直都繼承著他 這種反共思想 今次在十二門圖案之中 原來他就是涉嫌窩床罪犯 至於其他七名男女 他們有人用車接載這些逃犯 去碼頭 以及在香港安排他們的住宿 以及提供資金 甚至有些人就是安排他們去到台灣方面的居住問題 總之 那十二門圖能夠順利地潛逃去台灣 原因就是得到一些狗男女的幫助 至於還有沒有其他人去幫助呢 我相信還有很多 尤其是他的親屬和家人 可能他們都是有機會涉嫌幫助那十二門圖 否則他們就不能夠順利 能夠由布代奧出海 我相信十二門圖案件都還未了結 不排除將來還有很多人 還有很多協助這群逃犯逃去台灣 而將會被警方陸續拘捕 由這件事件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香港根本有一班長期在香港 是反共 是顛覆政府的人 一直都在香港 陰雲不適地做這些事情 而事實上 由於一國兩制的關係 所以 很多那些反共人士 來到香港之後 或者在香港 就成為他們反共的基地 他以為中央政府 是邊場莫及 所以他們就目無法紀 在香港長年累月地反特區政府 反共 今次反修例暴動以來 可以說 令到這班人全部是圓形不露 我相信 香港警察現在 將會陸續令到這班人成之於法 香港經過今次 政本清完之後 香港社會真的可以回復以前 一個安定繁榮的景象 在警方的記者答問會裡面 很多記者都仍是死心不惜 都是企圖用種種的問題 希望能夠找出一些頭緒 證明這次十二門徒 在中國海域之內被捕 是與香港警察有關的 甚至他們還想製造一個故事 證明香港警方故意放生這班逃犯 是令到這班逃犯在中國水域被中國海警拘捕 好了 香港這班政棍今次又會用甚麼藉口 今次又會製造甚麼理由 為狗男女脫罪呢 可能他們又說 國內那些公安是將這些情報交給他們 因為國內的公安可能在那十二個門徒之中 知道了這班人的行蹤 知道這班人當時是怎樣協助他們呢 就是逃走 所以就將這些資料 而交給香港警方 令到香港警方可以逮捕狗男女 這些故事 這些方法 我相信那些是黃梅黑記 將會陸續作出來 其實大家想一想 根本香港警方知道這條船 接坐這十二個門徒 就可以查到船主的資料 就可以順藤摸瓜 將這班人 這班協助十二門徒 逃走的罪犯呢 全部呢 就抓到的了 那我覺得 在今次 警方的新聞發佈會之中 有一番說話 可以說是警勢良言 對這班暴徒 甚至對全香港市民 都有一個是警勢的作用 那這番說話呢 就是這樣說的 那他就說 跨境偷渡是很危險的行為 往往呢 對人身安全 構成極大的風險 那和呢 畏罪潛逃 不單止令你抬不起頭做人 甚至更加會對你的家人 對愛你的人 和關心你的人 造成極大的負擔 那我想不到呢 警方說這番說話 更加比學校之內 那些教師 或者那些社工 所說的東西呢 是更加具有教導作用 所以我覺得呢 現在香港政府是應該考慮一下 在學校之內 不要再找社工進去 輔導這些學生 根本很多社工都是黃絲來的 那反而我覺得 每間學校都應該派一名警察 是派一名公共關係的警察 讓他們好好教導 這一班年輕人 教導我們的下一代 怎樣做一個良好的公民 怎樣做一個是有用的香港市民 我相信這樣更加可以造福我們的下一代 多謝各位